为什么女生大腿上要绑根带子 我是个正经的科普博主 你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其实就是简级单纯的 好奇想知道 支付宝到账 二百五十元 你以为给我钱我就 支付宝到账 二百五十元 既然大家都这么好奇 为了艺术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 为什么大腿上绑根带子 看起来就更性感呢 Nice 一个呢就是能够帮助各位老色批 不是各位男同胞们聚焦 一般来说 其实除我之外的各位男同胞们 都是有一套所谓的LSP视线法则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遮得多 那么一般来说 大家的视线都会集中在录的地方 反之如果录的多 则视线会集中在遮的地方 由此可以得出 如果双腿白花花的录着 一般来说 一眼看过去就没有一个集中的焦点 就不知道眼神该往哪里放 就在这时 如果加了一个带子就不一样了 就好像是给双腿划了一个重点 告诉你 Look here 知道吧 还有呢 一般一双腿 单一的看过去 可以得出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 比如说白长直 或者是黑短弯 弯 犹如一个平面 但这时 如果孤了一圈带子 则看上去就会呈现一个立体感 凸显了厚度 让腿更加的立体直观 视觉冲击力更强 尤其是有人把大腿勒出了肉感 则看起来更加丰满 Oh my god 以上的种种如果都可以做到位 那简直是给双腿加满了性感buff 但你不要小瞧了 这个带子 它早已突破了性感本身 凡是存在即合力 后期它慢慢的也有了自己的实用功能 比如说可以装东西 根据不同的场合 你可以挂不同的东西 舞台上装耳反 逛街时装钱 特攻时装刀和枪等等 所以女同胞们大腿上的这根带子 不仅好看性感 还非常实用 没看出你平时观察的挺细啊 不要小看我 其实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 没错 其实它早已不是女同胞们的私有物品了 你相信光吗 抖音 我留下你 偶尔 有一张 будем 我们 我们 就像 那样